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 投票率低可能代表政府做得好 洛杉磯香港僑民對投票率低並不感到意外 但大多數認為並非因為港人對政府滿意 而是以拒絕投票來表示杯葛 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林先生表示 北京政府大幅度改變這次的選舉規則 開放讓居住在大陸的港人地區直選投票 但這次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僅過三成 甚至低於港英時期的投票率 很能夠說明香港人對選舉的不信任 是完全只可以在立法會發表意見 但在政策方面完全不會有任何影響 中共維穩費在香港做了這麼多事 做了這麼多年一路都沒有任何增長 仍然是維持大概30%的人支持中國政府的 相較於上一屆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 本屆立法會以席次總數 由70席增加至90席 但依據新的選舉規則 林先生認為 這90席中只有20席是由香港人選出 剩下的都是親中代表 對於北京的忠誠度未必一致 只不過他們全部都可能是 北京不同派別的利益者 在沒有傳統民主派人士參選 《國安法》陰影下 香港民眾對選舉並不熱情 但因為香港政府推出免費乘車投票優惠 使不少港人趁機出遊 投票日車站人潮樂意不絕 林先生表示 香港立法會的功能已經失效 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已死 目前香港是徹底的一黨專政體制 這次選舉不是真普選 他說 立法會完全不能代表大多數香港人的聲音 都是代表中共的聲音 並非最清楚線人潮流出 總是複製 換工聲 在教承時